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购语言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购语言 GBM一切版本的购语言尽在掌握 是这样 咱们可能在工作中和学习中 使用的购语言的版本并不一样 比如说咱们工作中 一般都是用比较稳定的版本 比如说1.14是吧 1.15 那么咱们学习时 可能就要使用一些个较新的版本 对吧 咱们要学一些新的功能 一般的可能会用到最新的1.16 对吧 那么咱们如何在一个环境下 进行自由的购语言的版本切换呢 就是我今天的主题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其实当然了 您可以用Doker等等虚拟机的方案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不如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工具包呢 方便 那咱们马上就看一下吧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通过购语言版本管理工具 GVM呢 咱们自由的切换使用的购语言的版本 该怎么做 另外呢 我今天的课件呢 的原代码都会放到我的 Discord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请您加入一下吧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官网啊 这个是今天咱们的主角 GVM 咱们马上访问一下 其实不光购言有GVM 像Node.js 像卢比都有啊 有机会呢 我都给您介绍 好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的官网 其实是Github 咱们看一下 是全英文的 里面也是有一些介绍 但是它的介绍写的 我认为不好啊 所以我给它总结一下 总结出 我认为比较好的 是吧 好 那您就看我的课件就够了啊 好 该怎么做 是这样 今天呢 我给您演示的 还是采用 Amazon AWS里面的 Amazon Linux 2 给您做演示 好不好 大家请看 我这边应该是启动了一个实例 对吧 那么咱们访问一下 是这个公网的网址 咱们试一下啊 然后呢 我在后台 给您开了一个终端 用这个key进行连接 稍等了 我给您连接一下 其实包括这个 Wubuntu Sent 在这个Amazon上都有啊 有机会呢 我是一点点给您介绍 我最近正在准备AWS的课程啊 好 咱们访问一下 OK 进来 进来之后 先清一下屏 好吧 然后点go 看看有没有这个语言 还没有 咱们还没有安装 对不对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安装 马上开始啊 我清一下屏 然后按照我的这个课件步骤 咱们一点点走啊 首先先安装必要的包 这个包是JVM所需要的包 但是呢 这些个包在您的操作系统中 在您的Linux中 有的包呢 可能已经安装 有的包呢 还没有安装 那不管安没安装吧 您按照我这个顺序呢 都安装一下 你像比如像这个Git 默认这个Amazon 这个Linux是没有的 对吧 咱们就安装上了 对吧 好 清屏 Git安装完之后 咱们再装Make 这都是C元所需要的啊 Make已经有了 好 那咱装Bison Bison 这个没有 所以安装上 OK 再清屏 再来啊 然后GCC GCC啊 咱不管装什么包 好像都需要GCC 比如像我装这个Note.js 也是需要这个C++的包啊 C++这是底层最快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C++现在这个热度 一直就没减啊 不过我的视频频道 还真的就没有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C++ 这个非常的不应该 有机会吧 咱们讲讲C++ OK 咱们必要的包都装完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安装今天的主角 什么主角 GVM 通过这行命令进行安装 马上开始 Go 清晒屏啊 马上开始 你看 它其实是从GitHub上面进行下载 然后就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之后呢 它说 您通过这个Source命令呢 就可以马上生效 对吧 一般不生效的话 咱们需要出生启动这个终端 它说 您如果运行这个命令 Source这个命令的话 可以马上生效 咱们就运行它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使用GVM了 咱们使用 咱们试一试啊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咱们肯定是最 现在用的是最新的版本嘛 对吧 大家请看 是1.0.2 对吧 咱们就在这个基础上 咱们再装购语言 完全没有问题啊 咱们试试啊 好 怎么装 首先大家请看我的这个地方 我的客奸啊 首先咱们先列出 咱们已经安装的购语言的版本 目前咱们还没有安装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因为我是刚刚安装GVM 所以说咱们还没有任何的本地安装版本 对吧 OK 通过这个命令可以看到 那么怎么办 咱们先通过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 List all 显示什么 显示咱们可安装哪些个版本 对吧 咱们看一下 GVM为咱们准备了哪些个购语言的版本呢 咱们可以看到啊 试一试 Go 大家请看 咱们可以安装这么多个版本 比如说您的公司一直在用这个1.13 您就装1.13 对吧 1.14 1.15 都没有问题 你看 这个1.16 是β版的还是 对吧 您可以选择安装任何一个版本 然后呢 再选择我实际想使用哪个版本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就试试啊 比如说 我给你安装一个1.15.7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位置吧 这边可以看到 对吧 我想装这个版本 怎么装 马上开始啊 我清一下评 通过这个命令 就能安装 GVM install 然后go 然后1.15.7 空格 杠币 为什么我要加杠币 是因为杠币是以二进制的方式安装 如果您不加杠币的话 是以原代码方式安装 原代码方式安装的话 有可能会编译报错 为了保险起见 我推荐您使用杠币 二进制的安装方式 好不好 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啊 go 这个安装应该不会太花时间了啊 毕竟全是二进制 但是也不好说 这是根据我当时 现在我正在这个Amazon里边 是根据Amazon当时的网络情况而定 而且呢 这个Amazon根据您的这个网络流量不同 它给你采用的cost也不一样 您的流量的带宽越宽 它的价格越高 对吧 它是按秒收费 好 咱们安装完之后 GVM list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本地已经安装了一个版本 对不对 OK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 我在本地可以使用1.15.7了 但是我先不用 为什么 我再安装一个版本 对吧 这样才能实现 咱们两个语言之间的切换 对吧 两个版本之间的切换 咱们试试啊 通过这个 大家请看 我再安装一个1.14里面最高版 叫1.14.14 对吧 咱们看一下 GVM 对 List O 有时候我老记成 这个O list 大家请看 1.14最新版本是1.14 对吧 1.14 那咱们就装它 好不好 试一下 Go 它装完之后 那么咱们在本地 就有两个够元的版本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会去自由的切换 使用哪个版本 咱们用G GVM List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咱们本地使用了 已经安装两个 但是我现在点Go的话 却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指定 我使用哪个版本 我需要通过GVM工具 指定我使用哪个版本 让它注册到系统路径当中去 我才能够使用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咱们大家走 看我的课件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GVM Use 说明我当前 想使用哪个版本 我现在比如说想使用 1.14.14 咱们试试 用这个U字就可以使用 清一下屏 Go 先不用 咱们先GVM看一下状态 大家请看 这多了一个 这叫什么 尖括号 这叫箭头 箭头符号 来指明 我现在正采用的版本 是1.14.14 好 那么咱们现在用Go Version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现在已经可以使用这个版本了 点GoVersion就出来了 对不对 完全没有问题 Very good 想说 Very good 好 接下来比如说 我又想使用1.15.7了 该怎么办 没关系 接着U字 对不对 再U字 然后咱们再GoVersion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版本就是1.15.7 完全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用的是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我要重新启动操作系统的话 它又不站了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U字命令 指明的是 当前我想临时用一下那个版本 对吧 如果我想我系统 就算我这个OS重新启动之后 我还想使用这个构源版本的话 怎么办 就要利用它的默认版本设置 怎么做 往下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使用G GUVU字 指定一个版本 同时后面加上一个default 这样的话就指明 我默认使用哪个版本 就算操作系统重新启动的话 我还是可以使用它 咱们试一试 Ctrl C 拷贝过来 先清平 然后指定这个 点上一个default 这样的话 咱们再使用这个构版本的时候 就永远是1.15.7了 除非您想把它再通过这个切换 切换到14.14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就是14.14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咱们系统就算重新启动的话 咱们还是可以使用这个版本的构言 您不信 咱们就重新启动一下 试试看 好 马上启动 As you do reboot 好 它现在看 已经出现启动了 因为咱们在Amazon虚拟机里面 所以它启动会应该是比较快 刷新一下 看看是不是启动完成 我其实还用到另外的一个 IDC里面的虚拟机技术 那个就怎么说 有时候启动都会爆错 不像Amazon这么好 这么稳定 但是Amazon其实也有它的问题 因为它现在 这是非常火热的服务 所以说UI界面总发生变化 这也是让我挺头疼的一件事 好 现在应该启动完了 咱们试试 我清一下屏 还没启动完成 稍等 我看是不是IP变了 54644993 54644993 没变 启动起来了 OK 刚才手机稍微有点慢 好 咱们启动起来之后 打Go version Very good 大家请看 咱们重新启动Linux之后 咱们还是可以使用到够元的版本 完全都没有问题 JVM例子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默认的版本就是1.14了 咱们可以切换到1.15 怎么切换 是一时切换 还是永远切换 永远切换的话 加default 切换到1.15.7 没问题吧 那么咱们再Go version 就是1.15.7了 然后咱们现在程序 如果再重新 如果咱们OS再重新启动的话 它默认到的就是1.15.7 好不好 另外呢 对吧 没有问题 另外呢 我本地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够元的程序 咱们试一试 你够元 用你这个JVM安装了这个够元 你真的能不能用啊 是不是真正够啊 对吧 咱们试一试啊 我本地给您编一个 问点Go 这也没什么可说 这是我以前课件的一个代码啊 咱啥也别说 就拷贝过来 如果它能够正常运行 就说明咱们够元是安装成功 是吧 试一下 存盘 退出 然后看一下 有这个文件 对吧 Go 软 闷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是不是可以用 摇头裤都出来了啊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够元的安装成功 而且可以正常的使用 是这样啊 今后呢 我会给您讲AWS服务 AWS服务呢 让咱们更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开发业务逻辑 部署呢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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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解决方案 让咱们部署呢 几乎可以说零成本 基本不花什么时间 就能够快速部署 而且呢 有版本管理的技术在里面 我呢 今后呢 都会给大家讲解 请大家不要着急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自由切换购元版本的一个小知识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分享到我的Discord会员专区 有兴趣朋友 咱们就一起加入专区 一起讨论技术吧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